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底座面积就有了 但是呢 有了底座面积以后呢 实际上我们还需要给它进行排列 那么排列的时候呢 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有个老师你这为啥这样排 那么首先呢 我们在考虑两场布置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排式 大家已经大致我们说了有分三块 桥头 存粮 这个地方是预置 然后呢 我们这个预留了一个生产区 是考虑到就是比如说 我们要加工钢筋啊 什么一些区间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实际上呢 还要考虑一个事情 就是说你运粮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个题目 它要用运粮车 或者说要用轨道平车 最少你要是不是要留一个车道啊 最少要留一个车道 那么要不然你的 而且运粮车大家都知道 相对来说它还不窄 那么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宽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 还要留出一定的运粮的区间 我们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布置不是唯一的 不是唯一的 那么不是标准 就是说不是唯一的一个答案 那么也就是说 你在做的时候呢 只需要就是能够满足题目中的要求 把我们的19加4的底座布置好就行了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大家想一想 梁应该是横着布置还是竖着布置啊 它应该是不是向着桥头的方向布置 为什么向着桥头方向布置的话 那么我运过来 比如说给它调到车上 是不是就很方便的运走了 所以呢 一般来说 我们当然也有横向布置的 但是对于我们这道题目来说 它本身空间就比较狭窄 建议是纵向的 建议是顺着桥 也得用顺桥这个方向 顺桥 这个顺着桥方向 这个说法 大家更好懂 顺着桥的方向布置 那么顺着桥的方向布置 实际上我们是一种试着布置的形式 比如说 你会说孙老师 你为啥布置四片 布置三片行不行 那么是布置三个还是四个呢 我们先算一下 比如说我们40米梯梁 是不是正好四个呀 那么40米梯梁 如果正好四个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 这四片能不能布置的下 如果布置的下 我们就这样布置 如果你算 反正空间也很大 你可以考虑五片 如果放不下 考虑三片 这是一个试算的过程 那么我们接着说 我们试一试行不行 试一试行不行的话呢 首先呢 我们说我们底座呢 刚才已经说了 梁长加一 梁宽加二 那么梁长方向是42 梁宽方向呢 我们是1.6 然后这个就变成了1.8 1.8 哎 我们是顶宽是 再看一下 顶宽是1.6 稍微改一下 不好意思 顶宽是1.6 然后我们的底座呢 要加1 那就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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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2.6 差不多就是10米了 对吧 差不多10米 然后一个车道 大概多少呢 我觉得至少得留个 差不多3米吧 是不是 至少得留个3米吧 我先大致量呼一下 然后再说一个事 就是我在做我们的模板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回头这个模板是不是要拆模 要拆模 那么拆模的话呢 我们需要给它留出一定的拆模板的空间 我看我的图片上有没有留两场的图 好 这个两场的图留的比较少 给大家就是大致的说一下 就是说你做完以后 你要把模板拆除掉 这个已经拆过模了 那么拆模 这个模板拆下来的模板呢 一般来说 我们说相邻两片梁之间 最好呢 至少相距一个什么呢 梁高 能理解吧 相邻两片梁之间的距离 最好呢 能相差一个梁高 那么我们这个梁高是多少呢 梁高是 你30米梁梁是1.8米 40米梁梁是2.4米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 一个是1.8到2.4米 就是40米梁梁之间是2.4米 对不对 2.4米 好 那么这时候呢 我看一下 如果是2.4 是不是还不太够 1 2 3 4 5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目前来看的一些情况 那么现在呢 我就试算了一下 试算了一下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用2.6乘以4 再加上1.8乘以5 得出来的大概是20米 那么我车道呢 还能留个 这个算的话 因为一共26米宽嘛 然后还有一个6米左右的 6米左右的一个车道的宽度 那么如果按2.4米算 大家可以帮我算一下 如果这个地方留的是2.4米 2.4米 对 2.4米的话 这个用多少 2.4 那么估计这边的车道 可能会压缩的更小一些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空档 1 2 3 4 5个空档 对吧 诶 有朋友说3.6是什么 3.6你是想的 是不是两个模板都拆掉啊 只要是5 你要是考虑这边一个1.6 这个是这样考虑吗 这样的话 你就是说 刚才是不是有朋友帮我算了一下 就是2.6乘以4 加上2.4乘以5 等于22.4 那么通道还差几个 好 每每问是怎么考虑的 我再重复说一下 我们考虑实际上是一个试算的过程 试算的过程 首先我们确定是沿着顺着桥的方向布置 顺着桥的方向布置 我们知道你每一个底座的宽度 然后可以试着先放四个 看能放下不能放下 如果比如说现在我们试的四个正好是2.6 2.6 2.6 四片就是2.6乘以4 然后他们之间的间距通常取的是梁膏 也就是保证我的模板能够正常放下来 那么这个梁膏呢可以取的是比如说是40米的是2.4 那么他们有四个五个空档 也就是2.6乘以4加上2.4乘以5 我算出来的要是22.4 当然有的时候说老师你这有点坏事了 为啥呢 好像如果是按22.4来考虑的话 龙门吊机是不是有一个宽度是20米的龙门吊机啊 20米的龙门吊机 好 我觉得这个ZLB也是说了一个很好的观点 也就是说也可以从龙门吊机上考虑 因为龙门吊机我们实际上只能活动在 也就是我的量场呢就按20米考虑 其实这个20米的话龙门吊机这样 咱姑且先这样吧 因为实际上呢 我们最好是能够把车也能包在龙门吊机 里面这样的龙门吊机就可以装到车上走 但是这道题目是考虑轨道运 所以还好 那么大家可以跟我想象一下 课本上是算了三个间距还是两四个间距 预制厂它是按3.32乘以5加上7乘2.5加80 那和我是一样的 教材中就是按照好 您可以看一下 教材中的答案也是32乘5加上7乘2.5加上40 和我这个布置是一样的 它写的是4乘2.6加上 教材中是4乘2.6加上3乘2.5米 好吧 宽的方向是按三个间距 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三个间距是不太够的 三个间距是不太够的 因为你这一侧肯定也要拆模呀 好 那么我们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纠结 不要太纠结 就是如果你真是觉得放三片粮合适 你就按三片粮可以算一下 但是你可能最后的话就是怕它过长超过了500米 如果你怎么算这边的话呢 因为一共是500米 你得留一点存粮的区间 你要一点不留的话 甚至大多数预制厂可能存粮区比我们的预制区可能设置的还多一些 这个题目中其实存粮区并不是很充足 存粮区并不是很充足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想和大家说的话 建议其实是考五个 存粮区为什么是80 先别急啊 存粮区80你可以这样考虑 就是存粮区你需要存几片粮 这时候我们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存粮区存多少粮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假定的是预制完了以后 要往存粮区放 往存粮区放 生产区可以是100吗 那么预制区 首先我们先说完预制区吧 但先不打岔了 先说预制区好 好像好了 我再说一下预制区 那么预制区的话呢 我和教材中可能算间距的时候 是有一些奇异的 但是我建议你如果工作中还是最好 是多考虑一些间距 因为毕竟呢 左右还是要留一定的空间的 你不可能 一个一个就靠着这样来做 然后呢 我们可以稍微小一点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题目中 渴着20米 我们如果按照4米 就是说40米的按4个一列 然后剩余的我们是4,5,20 后面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或者说放19个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关于这一六放 就是说顺着墙 放四片梁 大家还有问题没有了 我就说关于这个是怎么设的 他就是考虑在20米的范围内 我放四个底座 再加上相隔的空间 够不够的一个问题 相隔够不够的问题 好 那么接下来呢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 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有同学在问 生产区100可以吗 好 那就按这个走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 我们教材中实际上是按照 好 我就这样排了 先这样排 然后这个方向 我们就如果横这个方向 我们理清了 然后另外一个方向 就变得简单了 另外一个方向变得简单 因为是20片 我们有20片30米的凉 那么4520 那就是32乘5 那么42加上32乘5 然后呢 再考虑7个间距 7个间距 那么1234567 是7个间距吧 那么实际上这个 你会发现 他教材中在算的时候 这个方向实际上 还是按7个来考虑的 7个间距 6列 7个间距 然后算出来的是 219米 这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算是预制区吧 预制区 那么关于存粮区的话呢 我们是这样说的 那么存粮区的话呢 由于我们这个项目是这样的 预制和安装之间 差了一个月 也就是说 他预制出来 不管经济不经济 反正他很迅速的都安出来了 那么安的话呢 我们在存粮区考虑的话 如果从就是教材中 这个想象中的考虑 我们就按照怎么想呢 就在存粮区存一个月的就够了 当然实际工作中 我们可能会存的更多一些 那么一个月的话 大家能不能跟我反推一下 一个月大概能生产多少片粮 一个月生产多少片粮 我们就按照一个月考虑 因为它是马上就运出了 一个月生产多少片粮 哪有同学能帮我算一下 我们八个月一共生产多少片粮啊 八个月 对方 我们总共的粮数 我再翻回来吧 我们的我们这一共是八个月 八个月 八个月大概是五百三十二片粮 对吧 五百三十二片粮 五百三二除以八 六十多片 五百三十二除以八吧 我这样说能理解吧 那么现在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中 它是说了 六十六六十多片粮 然后有说八十片粮存的下不存 首先我们说存粮区的话 是这样的 它首先还是我们沿着纵向来排 但是呢 对于存粮区来说 它就不需要给我们 就还是按这个方向来存 它就不需要就是中间间距那么多了 也就是说因为它不牵手 要拆模板的问题 那么它们之间的距离就要小很多 刚才算的是六十七对吧 六十七 六十七我们这至少可以放两六吧 这是三十三 那么三十三的话呢 我们再说一下 存粮区的话 一个是间距不要那么大 再一个呢 我这画的有点不好看啊 你就理解一下就行了 它可以放成两六 放成两六 除一个二 我再说一遍 本来是六十六片 我们是不是 八十米的范围 至少可以放两六 然后 两排 说两排吧 两排 一排可以是 三十三 三十三 如果我们考虑可以落两层 那么就可以放十六片 也就是说能放下十六片就OK了 那么放十六片的话呢 十六片的话 我们一片是多宽呢 一片的宽度 注意一下 现在呢 实际上刚刚我们说底座是两米四 那么我们的顶宽实际上是 顶宽是两米六 顶宽是不是两米一 一米六对不对 一米六 一米六 一米六的话 我们刚才说了分两列 可以片 我需要放多少片呢 33除以2 需要放十六 十六行 十六乘以 十六乘以一点 十六乘以一点六 十六乘以一点六 还是有点几 还是成 就是说如果我们考虑 因为第一个月不放吗 那这样的话 大家是觉得八十米 是不是还有点少 八十米还有点几 八十米还有点几的话 还有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是一点 一点六乘八十 六乘十六 是多少 一般 十六乘十六 二乘 一一九六 二五六 十六乘十六 就是二五六 二十五点六米 还是有点几 是需要的 二五六 二十二十五点六米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这个 好 我们就探讨一下这个事 实际上这样考虑的存粮区的话 它的八十米 其实还是不够的 也就是说我实际上这个范围内 我明白 一个月只有十二篇 并且说一个月只有十二篇 咱咱预制的时候 一个月只有十二篇 我们是这样整体的按四十来考虑的话 这样中间的话 可以 可以适当的 就是我们实际上 现在是在做一个大估的 大 就是大致估的一个 一个工作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再说一下 就是说在一个月存一个月的时候呢 还可以认为底座上还有一些梁正在预制中 但是实际上这个八十米还是有点显小 那如果是这样考虑的话 其实这道题目可能还是比如说我这个梁场八十米不够 比如我考虑一百二十米 好咱们就是再说一下这个题 一百二十米的话呢 实际上呢 这样的话呢 我的存粮区和生产区呢 实际上还是需要再多一些的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说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于这个预制厂来说 你 我们先把 听晕了 好 这样啊 我们这个预制厂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太纠结了 我就说一下 考试时候给答案的时候 考试时候给答案的时候 你只要算清楚多少个底座 然后接着呢 就是这道题目中 我们这样算 其实是为了算轨道的 是算轨道 就是轨道铺多长 那么考试的时候 你实在算不清 这个轨道怎么弄呢 这个轨道的话 你就把八十米这一部分扣减掉 八十米扣减掉 然后剩余的部分 你都给他考虑 就是预制和存量 然后对于我们的标准答案来说 你只要考虑的有轨道 然后具体你的答案是三 是三点五 还是四 其实改建老师都会给你分的 我这样 这样说能理解吧 咱们就不要再纠结了 行不行 好 明明听晕了 那咱就不在这纠结了 我们就往下走了 好不好 但是这个算法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算法需要理解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了 好 这个图就是我们的一个两场的一个场景 好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把底座说完了 接着就说一下两场的三个重要设备 冰雪问一定要扣八十 这个八十是肯定要扣的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对于我们的预制厂来说 今天没拼懂 好 好 然后不管怎么样 我们想办法把它懂了 那么这个事情我们 好 我再说一遍 这个桥头的拼装的我们的四十米的架桥机 这个是肯定得有的 然后剩余的区域 你就考虑把它作为我们的预制和生产区 你真要考试的时候 你对这个地方实在觉得很难拼 但是你要把底座的面积要算清楚 对不对 有多少个底座总面积要算清楚 然后这个轨道的布置实际上是因人而异的 因为有的人说我不值得宽一点 有的人说我不值得稍微窄一些 这没有问题 而且就是说这个题本身 它并和我们的工程实际并不相同 它是比如说我们实际上半核站 可能和预制厂就紧紧的挨在一起的 对我们一般都跟着一个特大桥 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半核站离得很远 也不是很合情理 所以考试的时候 如果遇到这个题 你就把这个问先算清楚 半核站算清楚 然后关于这个布置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是没有一个特别标准的答案 好 继续我们往下走 往下走的话呢 就涉及到了一个顺桥布置 然后涉及到一个龙门吊 龙门吊呢 是12米跨度 12米高 布置两套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和大家说吊桩的事 有人会问轨道用不用铺到桥头 轨道这次呢 我们为啥说这会不用太纠结了 因为这次在做题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轨道的话呢 不考虑吊到桥头了 我打个X啊 那么这次做题的时候 他考虑的是运粮车 也是 08版定额是没有运粮车的 这是18版定额多了个运粮车 那么这时候呢 18版定额有了运粮车以后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不考虑 再往桥头铺轨道 而直接考虑的话呢 从运粮车 直接把粮 从粮 就是存粮的区域运到桥头 所以这道题呢 就 装粮是可以从 刚才大家可能有印象 就是我们这个图 实际上有一个出粮的地方 就是我们早期给大家看这个图 就是说我们从存粮的地方 然后把粮 比如说这个地方 当然它是船 你就可以考虑有一辆车 把粮运走 把粮运走 好 轨道的事呢 我们说一下 那么由于我们这道题的答案修改了 不再是用的我们的就是轨道运车 而采用的是运粮车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答案呢 就有了变化 那么我们的轨道只考虑粮厂的轨道 轨道只考虑运粮厂的轨道 因为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龙门吊机 龙门吊机的话 它需要在我们的轨道上行驶 那么龙门吊机的话呢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套起重机 一套起重机的话 大家就这个图 大家能看出来没有 这是两台还是一台 那么因为我们我就画个图吧 就因为我们这个梁是比较宽的 那么可能我们是需要两个调点 两个调点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是一套是两台 一套是两台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能是就是会考虑 比如说在我们的玉制区考虑一套 然后在我们的外运区再考虑一套 咱们教材中是考虑的是两套还是一套 我再说一遍 就是这不是两台吗 我说这叫两台 对但我这个话大家没有明白吗 就是说这个上面是 这前面是这叫一台 后面叫一台 那我运的时候梁是它各有一个调点 东山说的是前后各一台同时起跳 所以这个是这叫一套 但是呢我们通常在布置的时候会考虑 就是在我们的玉制区考虑一套 考虑就是一套 然后就是在我东山说的这个说的很很好 就是我们实际上呢就是两套四台 什么意思呢 就是首先我们说啥叫一套 一套两台 这个就叫一套两台 而我们在玉制区考虑一套两台 在我们的存粮区呢 最好也考虑一套设备来把粮运到我们的 那个运粮车上 所以呢会考虑的画一套 对一套两台 这叫一套 因为我们要起一片粮 是需要我或者给这儿画一片粮你就懂了 我这儿画一片粮 比如说这个粮要给它掉 有一个调点 然后这个粮给它掉起来 好我画这个图能明白吗 好我这样画呢 看明白了吧 这是一片粮 那么粮在运的时候呢 有两个调点 那么我们一套设备是由两台组成的 然后呢存粮区需要底座吗 存粮区就不需要我们的底座 我们那个底座呢 是预制用的底座 只非说是用到枕粮 或者是有时候是硬化的一些东西 好 然后接着还有一个架桥机 好这个我们就先过一下 然后接着我们就说一下 就是在关于这个设备该怎么算 设备在计算的时候呢 是在08版定额 就是08版定额中的数据 然后在18版定额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在这本书刚出的时候呢 这个数据呢来源 大家有的就奇怪 这个来源是怎么回事 那么这个项目中呢 它采用的是12米高的下桥机 然后跨境选的是20米跨境的 然后继续我们往下走 就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关于龙门吊机和 和龙门吊和我们的架桥机的使用时间 因为这几台设备套定额以后呢 需要和和它的时间有关要调整设备攀销费 那么首先呢 这个地方我们画的时候呢 是这样考虑的 我先从这开始画 例如预制时间是8个月 然后安装和预制时间差了一个月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我们的架桥机用了多久呢 架桥机注意 其实这个架桥机的话 它描述的是调装设备 考虑一个月的安拆时间 那么因此呢 我这样画可能更好懂一些吧 安拆时间 也就是说 我这样画 就是说比如说我安半个月 拆半个月 这叫安拆 好不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架桥机的时间呢 时间上上面就是8个月吧 8个月 就是8个月 1234 我是不是少画了一个人 我再看 1234 不好意思 少画了 好 我们再把这样 他们又得延过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 安装8个月 预制8个月 然后龙门调机用了多少呢 龙门调机 你要注意 一个是 它在安装的这最后一个月 还用它不用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安装 这最后预制完了 实际上是到这个位置 但是呢 在安装这个月 我们还要考虑龙门调机 把预制好的梁给它调运出去 预制好的梁给它调装到车上 运到我们的安装的位置 然后再考虑安拆的一个月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龙门调的时间 它的时候呢 即包括它本身就是预制区的8个月 预制区的8个月 还有最后一个月的调装时候 还要使用它 然后再加上它的安拆 所以龙门调呢 它是按10个月考虑的 龙门调机按10个月考虑 驾桥机呢 是按9个月考虑 还有人问 只有存量区要用 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和大家呢 就是说实际上 有的时候不能抠的太细 你说的这个只有存量区运这最后一台的调装车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有的有的时候就是抓重点吧 就是按整体的时间来考虑 就是太细的细节我们就不再抠那么狠了 然后过说的话 就是运量车是针对梁桥到桥比较远的时候用 感觉这个项目用运量车有点牵强 那么只能说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运量车用的更广泛一些 咱们做的时候 所以这道题也是说实话 它是有点 我也个人认为有点牵强 就是原来它这个轨道挺好的 如果比如说这个梁场 离这个桥有一公里 就比如说梁场和那个混凝土半个站 都离桥有一公里 其实这个用预量车还是挺好的 但是这个直接在桥头的话 其实铺轨道也不错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 我就说一下啊 明天的话你可以把定额 按照我们今天讲的运量车做一个造价 然后再用轨道再做一个造价 你可以比较一下 好接着我们就说一下定额了 那么在这个定额中呢 只要涉及到4-7-28的定额 那么对于金属吊装设备来说 我们要用到的主要一个是双导梁 然后还有一个是跨灯门架 对于我们 我们跨灯门架是20米跨度 20米跨度12米高 那就是16米 16米以内 16米以内 这个是16米 好 然后还有同学问 轨道是300还是600 这个我先给你们先说到那 我再说吧 然后双导梁的话呢 我们注意一个小细节 就是12米的话 到16米以内 我们下高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注意一个小细节 就是双导梁的设备 7200 然后跨吨门架的设备摊销费是5600 你就此记住吧 就是定额中 一般是按4个月考虑 4个月考虑 4个月考虑的话呢 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直接按 比如说7200除以4 那么我们的双导梁用了9个月 然后就是7200除以4乘以9 门架用了10个月 5600除以4乘以10就可以了 他们的设备摊销费 如果听的有点晕 我们再看一下定额说明 也就是说我们针对我们的机械设备 就是在定额中是按设备摊销费考虑的 这有点类似于 比如说你在做一个项目 比如用到缴手架 那么你去租缴手架的时候 那么租缴手架的这个人会告诉你 每吨设备用每个月多少钱 是按这样来收你的租金的 你可以理解为 这就是我们的收取的设备的费用 它是按照每吨每月多少元进行计算的 这是它的使用费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话挂栏移动摩架 是按每吨每月是180元 其他设备的摊销费呢 是按140元 那么这个就是说包括本身的折旧费 还有设备的维护保养费就可以了 那么轨道平车是要算轨道的 对 轨道平车必须在轨道上走 好 这时候那个啥 赶考路上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就是其实这个教材中的答案 是感觉哪里说不来的不太对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轨道的事情 那么关于轨道的是呢 在我们的这个新版教材是这样考虑的 就是存粮需80米不考虑轨道 那么预制厂的长度呢 它取的是299.5 那么299.5呢 这个地方考虑的是我们的存粮需时80米 其实我个人感觉 个人感觉 我说一下个人感觉 个人感觉这个80 其实我们也大致的算了一下 就是80米我们放 就是刚才反算了一下 为啥这位感觉没听懂 因为上次我们没有算存粮需 然后大家就80米 你说是80米就80米吧 但是今天我们很好 我们探究了一下 80米够不够 那么80米的话 我们就按一个月的量56片 放量6 然后32片 然后32 然后放两层 那么一排要放16片 大家算了一下 感觉有点牵强 但是所以呢 你去考试的时候 你会说老师 我如果不按80米考虑 我考虑的是160米 这算错吗 没问题 所以呢 对于这个地方 我也说一下 欠过他们标准答案的评分 类似于这种地方 你实际上你取的是300 或者说你取的是350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值 实际上呢 并不会给你 但是你注意一下 你不能取太多 取太多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不能超过500米 就是你取的 比如说有的同学一下取的 比如说我考虑 考虑个600米 那或者说这个题目 极限就是500减80 就是你至少你不能超过500减80 这个范围 你超过了肯定是不合理的 再一个呢 就是刚才同学在问 说这个地方到底是300还是600 是300还是60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教材中是按300走的 教材中是按300走的 然后我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我是按600讲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临时轨道的定额中 定额中本身是单轨还是双轨 关于这个问题 实际上也是一个经常吵嘴的问题 我说一下 这个地方在1500定额 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 我曾经测算过一下 就是我当时测算的是其中的轻轨 按照它的摊销费 然后折算了一下 我算了结果就是定额中给的量 是个单轨的量 但是呢 就是考虑到考试 考虑到考试 考虑到考试的话 我对这个地方给大家的建议 因为但是我当时 但是双轨的话不太好反算 然后我算的单轨是单轨 所以我上次讲课的时候 是按照300乘以2来考虑的 但是教材中给的是300 现在我也没啥特别好的办法 如果教材中比如说你写个三 他写的是300 你写成600了 回头教材说超过500了 咔你打个岔 我觉得也挺冤枉的 所以我的建议是考试的时候 你按300走吧 按300走行不行 按300走 就是说考试的时候 针对这个轨道 你不要超过420 不要超过420 或者比如你去400 或者是300 他都会给你分的 好不好 好 好 我这个地方给大家说 明白了没有 就是我自己测算的 不是官方认可的 实际上是单轨 但是教材中是按双轨直接算的 行不行 所以考试的时候 我建议你写的时候 不要超过420 怕万一给大家 就是给大家算成错误答案 行不行 好 没有人回话 没有人回话 火焰 你在说这个300和600的问题 我怕你不得分 所以我建议你不要超过420 你如果写300 350 400 我认为都会给分 好吧 咱们先说到这 然后轨道平车 要不要算轨道 理论上来说 轨道平车 应该算轨道 但是 我还说个 但是 就是定额中 咱们 咱们看一下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就是个轨道平车 这是个轨道 那么下面明显看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不是铺了一个双轨 铺了一个双轨 然后前两天 我还碰见一个老师 一个老师跟我说 我们运量的时候 也可以单轨 可以单轨 就是用单轨运量车 但是我没有见过 他问的是按单侧长度 还是按双侧长度 我再重复一遍 就是关于我们的轨道 就是说比如说教材中 你算的是300米 你就写成300米 好不好 或者说是400米 不要乘2了 不乘2 入乘2 明白了吧 然后我们用500减80 是因为我们条件限制 是500米的范围 要留80米的一个存粮区 拼装区 说错了 要记得一个拼装区 那么你要这80米 你肯定是不能作预制厂的 所以你不能做轨道 是这个意思 然后还说一下 就是关于平板拖车那个事情 那么平板拖车这个事情呢 我们和大家就说一点吧 就是关于轨道的铺设 关于轨道的铺设呢 我们现在桥上不铺了 就在路基上铺 然后就考虑我们直接用楼门吊机 把这个梁运到我们的这个 运到我们的这个车上 运梁车上 然后把它运出 然后接着我们把这几个事说一下 一个是我们的 这个事应该说清楚了 吊机用10个月 10个月 然后你也可以用书上给定的设备摊销费 除以4乘以10 就是比如说他给你摇死 多少一个数值 然后轨道就是路基上的轨道 这个的话你可以根据施工组的设计 自己测算 然后呢 300米就是在这个题目中 给出来的预制厂的长度 也就是说在这个题目中 它是考虑只在预制厂铺两道轨道 只在这儿铺两道轨道 只在这儿铺两道轨道 然后其实呢 我们从存粮区出坑的时候 也就是说从我们的预制区 比如说我这儿有片粮 我要把它送到存粮区 存到这儿 请问它会用什么方式 我要把这个 这个粮 如果干过施工的朋友 能不能告诉我们 我要把一个预制区的粮 送到存粮区 我会用什么方式 好 有没有施工的方法 帮我们答一下 我要把预制区的这片粮 放到存粮区 我会用什么方法 我看银河其实说用两台楼门钓 那其实在这个题目中呢 有的压压说是轨道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本身就有楼门钓机 那么你完全可以 我就说一下啊 我完全可以 就是我用龙门钓机把它运过来 因为我轨道是通通过来的 轨道是通通过来的 这样的话呢 这时候我们就说一下 为什么出现了书上的一个出坑的说法 也就是说 我们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考虑到我们首先有出坑这个工作 但是这个出坑的工作呢 我们又没有一个合适的定额 因此呢 在我们的定额说明里 有这样一句话 我给大家说一下 好 稍等我一下 我还回到刚才的有一条定额说明 好 这个说明稍等我一下 就不好 帮我直接给编板翻出来吧 稍等我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和大家说一个东西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工作 就是从我们的预置厂到存粮区 那么在我们工作工程中叫什么呢 叫出坑 那么在第八章 第四章第八章的结说明里 有这样一句话 给大家念一下 大家品一下这个事该怎么办 那么本章定额呢 为单独列构建出坑堆放的定额 如需出坑堆放 可按相应构建运输 第一个运据单位定额激烈 那么在早期 我们在考虑运辆车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会有比如说 四杠八杠一 轨道平车运输 然后实际上呢 也是用龙门吊击进行了装车 第一个五十米 所以呢 好 我还回来 那么刚才给大家说这个定额说明 估计你也看到了 也就是出坑这件事情 实际工作中 我们可能是用龙门吊击来完成的 但是呢 在我们的定额中呢 并没有龙门吊击这个定额 所以呢 就没有出坑这个定额 那么出坑这件事情发生了 我不是一下子掉到两场 掉到一辆车上的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用第一个 就是吊装定额 重复用一次就可以了 这也是为什么 以前的时候 我们用轨道平车运输 实际上它 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 可能里面并没有铺轨道 但是我们根据定额说明的条件 你出坑就用第一个运据就可以了 但是到了今天这个题目中 我们实际上呢 按照这个教材中的理解 就是说 这个教材中 它如果运的是运粮车 那么大家想一想 依据定额说明 我们实际上 如果按照定额说明来考虑出坑 实际上是应该把龙门吊击装车 那个运粮车运输的定额 用两次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子的 实际上是应该把我们这个运粮车的定额 运两次 好 稍微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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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 我这个运粮车的定额可能个后头 好 那这样的话 我就建议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实际工作中 或者说很多时候是 套用的是运粮车运输 然后呢 再重复一次 就是两个运粮车 但是呢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 用两个运粮车 感觉 因为那个定额本身 我们来再看一下运粮车这个定额 好 大家看一下运粮车这个定额 这个定额呢 是我们在新的 好 那么大家再给我看一下 运粮车这个定额 运粮车这个定额呢 大家看一下 它还是什么装车呢 龙门驾装车 装车 运粮车运输 然后第一个一公里 然后我考虑一下 教材中 为什么 你看一下咱们教材的出坑 它还是用的我们的轨道平车 它用轨道平车 实际上是延续了上一版教材中 它的运输是用的 龙门吊装车 轨道平车运输 所以它的出坑定额就用了第一个 就是龙门轨道平车的第一个运句 而现在呢 如果我们改成了487 那么出坑如果按照定额说明的理解 实际上应该套的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运粮车这个定额 然后运粮车的话 这时候大家注意一下 构建质量100吨以内 那么咱一会儿可以计算一下我们这两种粮 30米的粮和40米的粮 它们的质量呢都没有超过100吨 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两种粮 直接都用4-871100吨以内的构建 龙门吊装装车 然后运粮车运输第一个一公里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个人感觉就是教材中的这个这个位置的答案给的也不是特别的贴切 但是呢我们教材中这样处理了也有它的道理 它可能我猜的哈 就是它考虑的话 如果我们用运粮车这个定额 大家想一想运粮车这个定额实际上是不是包含了一公里的运句 用这个定额作为出坑定额是不是感觉有点不经济 或者说从哪 不知从哪里说的就觉得好像有点太贵了 所以呢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可以用龙门架装车的一个定额回到评车运输 但我们又实实在在知道 它可能并不需要轨道 所以在这个地方没有再专门铺轨道 它只是一个出坑定额 大约是觉得运粮车第一个一公里 用这个定额费用太偏高了 所以用了是另外一个定额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愿意接受两个答案 一个是教材中的答案 还有一个就是你用龙门运粮车第一个一公里 用两次 我觉得也是对的 大家觉得呢 或者说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觉得是用运粮车定额出坑更合适呢 还是用轨道平车出坑更合适 实际上下回搞个出坑定了 反正这两个都有点他们不太合理的地方 运粮车的话多了一公里运输 用轨道平车的话实际上让轨道平车白跑了50米的定额 它两个 但是50米大家总觉得比一公里更合理一些 所以我出去讲课的时候 我会说这两个都OK都可以 好吧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理解 但是我个人觉得从定额说明里用一辆车更好一些 好 那么这个地方咱们也不要太纠结了 也不要再纠结这个轨道平车出坑的轨道了 好不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预置部分就说完了 那么接着说的是安装 安装部分呢 我们用到的定额呢 是我们的关于预置安装 预置安装的一个定额 预置的定额 是我们的预置批行量迸送 那么我们也给大家这说一个小bug 收集的定额考试版和定额说明 共享一下 这个我们给了老师了 这个你可以找助教老师 就是联系一下助教老师 把这个定额的一些资料找那个要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说一下预置 预置部分的话呢 我们用的是4-7-14预置提形量 然后安装部分 我们说的快一点 双导梁安装提形量 然后还有一个是线胶的接缝和明图 好 那么我们这部分的 我就不再重复多说了 那么对于我们的预置部分的预置提形量 然后我们的关于钢筋我们说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的预置 我们的预置 大家